过去的工业黑箱南港现在变成兵家必争的恐惊之地 像是拉拉波也进驻来到南港预计在下半年开幕 如果如图施工规划五万坪要作为大台北最大购物城 事实上南港早就开始翻转蜕变 百货商场逛街购物平日假日都人潮满满 因为南港车站三铁共购串联南港展览馆 像是日前刮起旋风的电脑展就在这里举办 AI科技产业加持附近商办盖一整排 以整个南港商圈来看不光软体园区越来越热 陆续有商场带来新活水 近期还有汉来在去年底开幕锁定商务客 唐吉何德也选在南港站交通是大优势 运输系统尤其是轨道经济串联台湾 整个这个我们说重要园区或重要聚落上面 它有非常强大或者是非常便利的这个功能 公共建设纷纷到位 南港商办租金创新高 目前传统厂办每月一瓶价格1500到1800元 总部级办公室来到每瓶2500到2600 预估三年后商办租金上看一瓶3000元 而像豪宅世界明珠已经有成交单价 占上180万元 如果周边的这个生活机能或迁入的这些产业 这些企业越来越多 那我们看到它这个租金在整个公布应求 或者是这个我们看到基本上规格比较高的这个条件之下 应该还会有往上抬升的机会 十年来不少大公司总部搬来卡位 从早期的茶香黑香到如今的科技之都 未来南港会是下个必争之地 东森新闻许家康成运想 蔡永仁台北报道